柏亞怎麼看這個 國民黨要撤回這個總預算 他們的這個理由 那當然國民黨 跟民進黨現在還是在立法院是合作的 這個狀況會不會真的幫拆良體 有救活你怎麼看 其實謝國良罷免案大概還有 半個月時間左右 那在這半個月時間當然你盤點一下雙方 這個國民黨其實已經全部動員了 包括什麼台北桃園一堆立委都去幫他 站台然後朱立倫也已經這個要全黨護益人了 正規軍已經出來了 可是這個罷免方一直到現在 我們觀察到都還是公民團體為主了 你也發現說民進黨其實是完全沒有動 民進黨是完全沒有在動 所以當然國民黨最近一直釋出民調嘛 說啊這個謝國良穩定啦 什麼什麼你要去想 背後謝國良背後是整個台灣的國會裡面 最大的在野黨 在全黨護益人 另外一邊對上公民團體 民進黨沒有動 民進黨沒有資源 民進黨沒有組織 下去的時候 當然對謝國良來說 他是一直在穩固他的支持度 那不過呢 因為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所以呢 隨時的這個突發狀況會出來 之前我還聽到藍營有人講啊 說是不是柯文哲救了謝國良 因為柯文哲的新聞最近很多嘛 對 那就沒什麼人討論謝國良的問題 那如果說接下來 柯文哲的新聞慢慢往下 因為 調查已經進入到了最後 可能說不定要收網的階段 那謝國良的版面又變多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變數 因為畢竟謝國良他不是一個 非常穩定的政治人物嘛 經常會自爆他的發言啊等等就經常會自爆的問題 那這個是現在霸良暫時的態勢 那回過來立法院會不會牽動基隆 我覺得有可能原因是因為 立法院裡他牽涉的是整體政黨形象 你就是說 像總預算退回這件事情 民眾就會問嘛為什麼你要退回 藍的當然會說 因為我對這一條那一條不滿意 所以我把它退回 可是綠的就會講說 你如果對於哪幾條不滿意 你讓他進到委員會審你刪掉嘛 對啊 不是嗎現在你們多數啊 你們多數你不滿意你就刪啦 為什麼要全部 不管好的壞的贊成反對的黑的白的 全部包在一起通通都不要審 為什麼 所以綠營現在已經開始在盤點 長照預算 六百億被退回了 還有我們台北的所有捷運的預算 每一條捷運中央有補助 臺北捷運中央有補助 而且中央補助占一半 也被包在整套裡面一起退回 也退回了 所以現在這兩邊在對決的時候 看的不是個人 看的是政黨論述 國民黨你要退回 你講得出個道理嗎 你如果說真的對預算不滿意 為什麼你不能在委員會裡面 一條一條山 為什麼你要把所有的嬰兒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你說這個小孩子洗澡水髒了 要換水 好 整個小孩都倒掉了 連嬰兒一起倒掉了 對 那你因為你退回程序 我也會就是這樣的意思嘛 就是通通都不要審嘛 那影響很大 對 那如果以這樣來講的話 民眾就會打一個問號說 你到底是在監督還是在添亂 監督添亂一線之隔 一線之隔而已 你有道理人家認同你在監督喔 人家說你在亂搞 你沒有道理在那邊胡鬧 為反而反 那就是添亂喔 所以國民黨藍白這個操作要小心 尤其是這會期是預算會期 預算會期本來應該要討論的是建設 哪些建設要做 哪些建設不要做 哪些社服要做 哪些社服不要做 要討論是這個 但是國民黨這會期 又有一些厲害的法案 包括這個人上人 翁曉玲 對上上人 來講說 把大法官審理案件 憲法法庭 憲法訴訟法修正 未來呢 不是現有大法官一半以上就多數決了 是要全體十五個人一半以上才能決 這個東西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麼 第二步是只要藍白杯葛新任大法官的提名 等到十月份七個大法官任期屆滿必須卸任之後 我們只剩下八個大法官 按照翁曉玲的這個新修法 三分之二才能過喔 三分之二是十個人喔 十個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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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十五的三分之二嘛 如果你大法官就只剩八個 就算全票通過也還沒有到十個人嘛 所以接下來是什麼 立法院就可以癱瘓掉憲法法庭 因為按照翁曉玲的這個修法 再加上杯葛人士同意權做配套 癱瘓掉啊 那你說翁曉玲 弄這個法 到底民意是支持還是反對 國民黨要小心 國民黨要小心 你看翁曉玲每次每拋一個球 什麼反攻大陸啦 然後呢 這個要 外紅股都來了 什麼國會要擴權啦 這些 都把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民調往下降 然後 現在在裡面還有呢 這個很多的包括他們列優先法案說要 恢復紅媒 對不對 這是法案 沒關係如果真的推的話 我相信搞不好民進黨心中竊席 搞不好民進黨心中竊席說 預算會期 要審這些福國立民的預算的時候 你不好好審在這邊搞這些有的沒的政治性的法案 對 搞不好最後是什麼國民黨送分給民進黨 對 你不要以為說賴清德上任之後 到現在短短的時間 他也還沒能夠推動多少政策啊 可是為什麼他民調會變高 為什麼他民調會比他得票還要高 因為你國民黨藍白在那邊惡搞的時候 就是把支持度送給民進黨 那現在我還是認為啦 才剛開議嘛 還有時間回歸正軌 就是說下下週把總預算復委了 然後呢好好的質詢 好好的審預算 欸搞不好被你藍白抓到幾條 預算比較浮爛編列的也不一定啊 對不對 那你就把他砍掉 那人民還會覺得說 至少你有在做事守住人民的荷包 不是現在有事沒事在那邊鬧 鬧一些知為莫節的問題 然後呢 這個韓國瑜不是有講嗎 他在講大海 你跟我講漱口碑 那現在藍白每天都在弄那漱口碑問題 都沒有聽韓國瑜的話你看看 所以我覺得回歸到正軌 然後讓我們國家的憲政秩序變正常 不要再去聽翁小林這些 要對大法官要對憲法法庭下手的這些東西 因為不要忘了人民的眼睛是在看的 你今年五月份的時候搞了那個國會法案 全國烏煙瘴氣 大法官很快按照他的法定的時間限制 宣判的時間應該快要到了 宣判之後立法院 我們現在不知道宣判結果是什麼 但立法院朝野各黨就接受這個結果 那好好的按照憲法去做 這樣子對我們國家整體來說才是好的 我們現在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就知道了